嗨大家好我是科广迷布马 从今天起呢陆续为大家带来星球大战系列 那我这个解说顺序将按照前传正传后传的顺序来进行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便是前传部分的第一步 幽灵的威胁 故事发生在浩瀚的银河系 一个银河共和国呢用议会制管理着整个星系 他的下属有着无数个星球 而这些星球彼此发生了什么矛盾呢 都会跑到议会吵架 不过当吵架解决不了问题呢 他们也会私自的宿主武力 在本集中就有两个集团发生了争端 他们一个是爱好和平的纳步星球 另一个是贪婪的贸易联盟 如今贸易联盟甚至派舰队包围了纳步星 战争一触即发 银河议会得志之后呢 派出两名最公正的决定武士去调节矛盾 他们是一对师徒 年长的这位是师傅奎刚 而年轻的这位是徒弟欧比王 两个人首先登上了贸易联盟的飞船 提出要与联盟总督见面 可是吧 联盟总督受到一个神秘幻影人的指使 当场翻脸要杀死十个二人 那这个幻影人呢 就是西斯尊主西蒂厄斯 他是最重要的大反派 顺便给不了解星战的朋友们介绍一下 西斯是一个黑暗组织 西斯武士呢 和决定武士一样 都使用光剑战斗 也都信仰原力 不过呢 决定武士崇尚原力的光明面 而西斯武士崇尚的是黑暗面 我们说回正题 贸易联盟立刻派出了成群战斗机器人 向士托二人发起攻击 可是吧 他们怎么是决定武士的对手呢 很快便死伤狼藉 不过后来又出现了重型的毁灭机器人 他们装备着防护罩 游戏棘手 士托二人不想练战 便躲到了角落里 这时他们才发现 贸易联盟竟然在发动机器军团 马上就要侵略纳步星了 两个人藏在登陆界里面 跟随着机器大军一起来到了纳步星 其实纳步星除了人类之外 还生活着一种两栖土著 他们叫做钢根人 现在奎刚便在机械洪流中 救下了一个钢根人 他叫嘉嘉 喜欢刷宝搞笑 目前士托二人的当务之急 是火速赶到纳步星的首都 警告纳步女王防御入期 他们俩为此在嘉嘉的担领下 士托向钢根人的首领求助 然而钢根人跟纳步人的关系并不好 不过首领仍然送了士托俩 一艘水下飞船 有了他士托俩便能从行星中直穿过去 快速抵达纳步人首都 不过这个地心的水下世界很是凶险 到处都是恐怖的大雨 好在也正因为鱼实在太多 所以他们会彼此劣势 主角异形因此有惊无险的穿过地心 来到了纳步人的首都 可惜吧 他们还是来晚了 此时贸易联盟的大军已经占领了纳步首都 女王也被俘虏 士托二人舰后呢 挥舞着光剑 杀光押韵机器人救出了女王 女王分析局势之后 认为要想就那不行 只能靠银河议会来伸张正义了 他决定亲自向议会求救 于是大家抢回了一艘飞船 载着女王向银河系首都飞行 不料呢 在这期间贸易联盟竟然开货 打坏了飞船的引擎 好在呢 飞船上有个萌萌的修理机器人 简单的修了一下漏洞 不过引擎功能仍然残缺 没法直接飞到银河系的首都 于是大家便降落在了一颗片运行星 想在这里买零件修好引擎 本来呢 找零件的工作应该由奎刚担任的 但是女王特意派了一个女仆同行 说自己想通过她来了解这个星球 奎刚只好同意了 而这个女仆呢 其实很重要 大家不要忘了她 奎刚这趟旅程最大的收获呢 是认识了一个 前途无量的小男孩 名字叫安娜金 天行者 不过目前她还是个奴隶 其实她的奴隶主呢 就有奎刚想要的零件 不过奎刚没带现金 所以奴隶主不卖 后来呢 奎刚一伙人到安娜金的家里面做客 发现她心灵手巧 反应也极快 甚至跟绝地武士有一批 几个人聊天时得知呢 这颗星球上有一个很火的飞梭赛车大会 所有人都喜欢读比赛的输赢 而安娜金就是一个飞梭车手 奎刚于是便想出一记 和奴隶主打了个赌 如果安娜金获胜的话 奴隶主既要交出零件 又要让安娜金恢复自由 如果安娜金输了的话 他所驾驶的飞船就归奴隶主 比赛如期而至 所有的选手一开始就疯狂冲刺 爆炸事故 谁有发生 安娜金虽然刚起步就直接熄货 却也因此避开了最激烈的斗争 他一路提速直追 等到决赛圈时呢 已经只剩他自己和另一个超丑的对手 这两个人互相赶超不分伯仲 不过还是安娜金技高一筹 奴隶主虽然很不爽 但是吧也不敢食言 只好交出零件 并且给安娜金恢复了自由 可就在奎刚带着安娜金回飞船时呢 竟然有一个穿黑袍的人杀了过来 他其实是大反派西迪欧斯的徒弟 达斯莫尔也是一个西斯武士 现在就是奉命来娶主角们的人头的 不过奎刚不想恋战 急忙跳上飞船套走了 主角一伙人有了零件之后呢 很快便修好飞船引擎 飞到了银河系的首都 这座星球本身就是一个超大型的都市 极其繁华 我真的是很难想象 20年前的观众看到这么壮观的一幕 会受到什么样的震撼呢 那部女王进入银河议会之后 当庭指责贸易联盟强行吞并自己的倾求 让银河议会做出制裁 然而贸易联盟才是滔天收买了无数议员 眼下他们竟然纷纷为贸易联盟帮枪 议会主席虽然看他们不爽 却也无可奈何 那部女王终于明白 议会已经心同虚设 她伤心的离开了这里 决定靠一己之力收复那步行 可是女王现在毫无兵力 该怎么办呢 她把希望寄托在了钢跟人身上 可当钢跟人的首领见到女王时 却非常不高兴 因为把那部人素来高傲 一直觉得钢跟人只是群原始人 这时候之前的那位女仆挺身而出 可她说的话却让周围人很吃惊 原来她才是真正的那部女王 而之前抛头露面的那位 是她的替身保镖 现在她几乎谦卑地向钢跟首领求助 而钢跟首领倒是很呆萌 被这么一哄 就高高兴兴地派出大军 与贸易联盟的机械军团开始了决战 别看钢跟人貌似落后 其实呢他们有一种神器 那就是巨兽背上的护罩生成器 当它启动之后呢 即使是机械军团的大炮 也伤不到他们一分一毫 机械军团发现这点之后 也停止炮轰 释放出了他们的机器人大军 这可真的是浩浩荡荡 当机器人们穿过护罩之后 双方开始了短兵相间 总的来说呢 两方还算无开 可这场混战之中呢 钢跟人的护罩生成器被打坏了 这下他们无法抵御远程炮火 有不少人遭到了俘虏 其实呢 这只机械大军虽然庞大 弱点也很明显 那就是所有机器人 都受同一艘的操纵舰控制 一旦操控舰被打爆 大军也将瘫痪 而纳布女王的计划 就是先用钢跟人拖住敌人主力 然后呢自率精锐 杀回首都 夺回所有战机 最后再让空军击毁敌人的指挥舰 计划的前几步都很顺利 空军如期升空 和贸易联盟展开了空战 值得一提的是呢 安娜金也驾驶战机加入了进去 而且其实他才是这场空战的MVP 安娜金因为不熟悉操作 误打误撞地冲进了指挥舰的内部 竟然直接打爆了他的反应堆 让整艘指挥舰灰飞烟灭 这下地面所有的机器人都瘫痪了 那不然瞬间从俘虏翻身成了胜利者 不过在这同时呢 希特厄斯的徒弟达斯莫尔 仍然在负与顽抗 他一人对战奎刚师徒两人 却丝毫不吃力 甚至还能抓住奎刚的弱点 一击杀死了他 欧比旺看见这一幕之后 悲愤不已 这才爆发小宇宙 替师傅报了仇 大战结束之后 贸易联盟兵败 他们的总督即将遭到 银河议会的制裁 而欧比旺也因为能力突出 被从学徒提拔成为绝地武士 除此之外呢 他还把安娜金收为了自己的学徒 此刻的他们还不知道 前方会有怎样的道路 等待着他们 在本期结尾时呢 纳布人和刚跟人正在欢庆和平 不得不承认 刚跟人还是天生上场搞笑 而本期的视频呢 也就这么欢托地结束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CoinFans 愿原理与你同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